第二十二体在加一两森实验装置中如土过滤瓶内均装入等量的水 而在甲装置中过滤瓶内另加入少量的二氧化膜 以装置不加入二氧化膜 再由季头漏斗上方分别地入等量等浓度的双氧水水溶液 则下列何者正确 这样这做的是双氧水致氧的反应 两个都加入的都是双氧水 然后于是都会分别产生氧气 所以选项株说甲集气瓶收集到气体为氧气 以集气瓶收集到气体为氢气是错的 两瓶收集到的都是氧气 那么我们这个选项C说甲装置加入二氧化膜 反应结束后重量会变小应该是错的 虽然它的题目的意思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一般而言我们说化学反应会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反应前后的种质量不发生改变 所以选项C是错的 而我们的甲因为加了二氧化膜催化剂 所以它反应会比较快 所以选项A说刚开始的时候 甲乙气体产生的速率为甲大乙是对的 但是呢我们的催化剂只会让我们的反应变快 并不会改变我们的产量 相同浓度相同量的双氧水就会产生相同的氧气 所以选项B说若能完全反应 最后生成的气体的量为甲大乙是错的 应该是甲等于乙 因此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刚开始时甲乙产生气体的速率为甲大乙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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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